好,來我們看一下,我們可以拿這個狼羽的葉子 你看它的這個雞部的地方是比較歪的,兩邊不等待,有沒有看到? 叫它歪雞,雞歪耶 這個名詞讓我們能夠感受很深 你看它結的果實是一個什麼?一個翅膀 緩情的翅膀,它是靠風散布的植物 這個翅膀的果實靠風散布了,如果是舉木的話,它是一個硬的果實 叫做堅果 剛好它這樣開走以後,我們更好利用它 感謝它 那我們注意一下,我們剛剛在這樣摔的時候,尾巴沒有那麼尖 你的葉子拖得比較長一點,肌部的地方是歪的,兩端不等待 你注意看,這邊有個枝條葉子 就特別的大,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經過這樣的觀點,有發現 葉子的大小不一定蠢 或者是說,我們應該要用枝條尾巴的 這個大樹枝條尾巴的葉子 它的一致性比較高對不對? 我們要以它當標準 你不能隨便拿一個的 一個叫做蒙柏枝 從一個大的枝條上面長出來的小枝條到蒙柏枝 這個意思嘛,就非常的大 所以說,我們在觀察了之後 當你把它看了一點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叫歸納的方式 找出一個叫做規律性 當我們把它歸納找到,事情就比較好辦 OK 所以說,我們有這樣的基礎以後 我們就有很多事情 很多東西可以當基礎來連結 來擴張 就這樣說 我們昨天跟他說了 如果你有一把米了 你就會累積一把米 你今天只有一粒米了 所以你只能什麼? 只能累積另一粒米 那我們如何慢慢來做大 來迅速來擴大 那如果我們要做為什麼 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兩個東西呢 這兩個東西是我們都會公園裡面 自己綁出來非常多的 要一起可以生長的植物 那我們在談的叫永續 什麼叫永續 如果這個公園裡面 我們所有的樹都要我們人去種 都要我們人去經營管理 那這個東西要靠人工去運作 那種不符合永續 當然不會 如果它可以自己長 它可以自己運作 那我們用的力氣不用很多的話 那是不是更符合永續的需求 這也是為什麼要種本土植物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這個都會公園 因為要是給人來活動 讓人感受到很舒服 我們很多地方的設計跟運作 就要符合我們人的需求 現在目前大部分的人到外面去看 如果這個地方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開始罵管理單位 為什麼你們這邊不做好 那邊不做好 那邊不做好 但是我們就不會說 我來這邊要清靜自然 自然應該怎麼樣子 或應該怎麼樣子 來符合自然的 互動呢 運作呢 好 這是比較廣人的一個情況 那接下來 我們怎麼 我們就必須有一個基本的 是說 好 那一個公園或一個人類活動的區域 什麼東西是最基本的 什麼東西 不是那樣重要的 有很多東西 是可有可 或是我們很多東西 是我們自己要什麼 要自己去適應的東西 那這 好 OK 我們差不多 那這樣一段位 後來我們開始看 我們現在已經先認識了三四種植物 對不對 橘木跟狼魚是什麼 是介紹非常多的 那什麼 懶人跟張樹 只告訴大家名字而已 那這樣一個聯繫的基礎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來看 來我們看 示範看過去 有什麼東西 你認識的呢 張 有張樹 張樹 我們能看到 來 那張樹 我們經常聽說過很多人 也很少有機會 所以我們提一下 來把它看 好 那 那我們來 謝謝 謝謝 謝謝